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,高雄今天700多名特教师生,亲子参与草地野餐,学生制作高饼与师长同乐。 高雄市人舞特殊学校,人舞特效,今天17日,举行2018春天特教亲子草地野餐,音乐饷宴,高雄市启治学校,男子特殊学校与成功启治学校, 以及协助办理特教国中生职业探索系列课程成果的中山工商等11校涉探,教育局长范讯律道场同乐,与学生制作摇柄并挑战动态活动。 活动提供表演舞台,高雄启治学校以锣鼓宣天祥师献瑞揭开序幕, 钢山国中全盲生王云廷演唱当时的《我们》,乐音感动观众, 人舞特效王滋雅行动不便,自信演唱《一个人想着一个人》, 而高雄市私立新兴儿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新兴王子打击乐团, 也以歌声电子琴语打击乐全是唱作巨佳的切分时钟等歌曲。 草地提供古早味化糖,造型棉花糖,师生带自制点亲与邻近朋友分享, 特教神洋艺欢乐笑容,镇修科技大学青年服务社学生担任职工, 气氛温馨,现场也举办野餐创意料理赛, 特教家庭用心时比亮眼秀创意,选出最具创意, 视觉生活美学与欢乐气氛十足野餐达人, 由范逊律颁奖表扬。 范逊律说,第一次邀请特教生走出户外, 孩子们享受阳光音乐与游戏, 增进与家长间互动。 特教生就像烘焙过程需要时间等待发酵, 学习过程需耐心陪伴。